嗨,欢迎收看丽与家友军,我叫马洪志,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今天我们学习一下关于是 service area parking area neoparsa express 等等 这些就是东西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一下 我现在在在那个 那个service area 里面 service area 是就是高速的 那个途中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一般日本也叫service area 但是service area和 那parking area 是有到底什么样的 parking area 也是跟service area 差不多 但是parking area 是 比service area 不是特别 小别 不是特别丰富 现在不一定 但是一般是service area 是更大 有很多东西了 还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是里面有好多就是除了餐厅啊什么的之外 可以是可以shower 可以泡澡 不是泡澡 就是洗澡一点点 也能做的 这样的地方也很多 现在可以在利用高速的话 你可以提前可以查一查 他们可以能看到哪个地方可以能洗澡 有这样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 那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 expasa neopasa expasa neopasa 就是一个名字 就是改一改 但是当然比service area 和还有parking area 更大一点 而且有很多地下的一些商务 商场呀什么的也很多很多 就是算是一种商务区域 那样的地方是expasa neopasa那样 然后有一些neopasa 刚才我说的neopasa是 稍微地域性有个就是有特色的一个服务地方 的一个高速的休息厅 休息厅 所以如果能看到neopasa的话 可以看看 我没有特别看过 但是如果你可以看到过就是这个英语字 那你可以参考参考 一般是SA的话service area 然后PA的话parking area 然后EXPSA是expasa 然后neopasa是neopasa 所以这些就是有好多好多就是服务的服务中心 如果你想试试的话你可以去 当然这次现在是疫情期间 所以可能人也有点少 还有一些洗澡的地方也是时间会改 所以还是提前查一查比较好一点 好 那么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 皆さん お疲れ様でした